那一盏灯火是属于我 一个人的街头 没人在一起呐喊一起喝彩 那一种美满会属于我 两个人的温暖 会不会装出不一样的烟火 孤独曾经始终骄傲 岁月转眼的熬 哦时光流转终于落单 偷偷转转才知道 平淡的陪伴最重要 我不愿错过你 我要我们在一起 穿越千万里 注定是你 和你携手不离不弃 陪你安满 你老去 你老去 虽然有太多想不通的地方 但是 现在最重要的是先救义父 要想救义父 就必须扮演好林毕君 我知道了 我要先学好林毕君的笔记才是啊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请小姐吃饭吧 我跟你说 那个丫头肯定是假的 老爷 咱们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呀 大小姐一走走一个多月 下落不移 我这个当继父的 不知道她又搞什么鬼 本来呢 我正愁钱家的亲事 现在这个丫头就从天而降 我们就顺水推舟 将错就错吧 好 老爷高明 爹 正姐 怎么样 人家林小姐还合你的心意吧 那光看照片就知道 一定是个大美人 一对平行线 什么意思啊 就是 一对平行线永无交叉点 什么意思啊 但是我看她照片上的脸 就是你说的什么 二二零 二八四 儿子啊 你看人家多漂亮啊 是不是 难道本人跟照片不一样啊 爹 你终于知道这两个数字了 可是我跟她呀 是脸合 但是心不合 玉露 你去给老爷收拾一下房间 老爷改切归正了 今天住家里了 好的 好 我今天啊就在家里面睡 但是我告诉你啊 我留下来睡 是看在未来儿媳妇 林毕君的份上 爹 要不然你给我一个面子 以后再也不去闻香阁了 好吗 怎么 难道你想软禁爹呀 留学回了几天 就想控制爹了 是吗 林毕君 对了 不光是写字啊 我要想扮演好林毕君 就应该扮好林毕君的样子 还要注意她的穿着打扮 哇 好漂亮的衣服啊 哇 这件衣服的颜色 真是好美呀 天哪 这么漂亮的衣服啊 蓝色的 就像大海的颜色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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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爹也知道 一时半会儿啊 让你 接受这门亲事是很难的 不如这样啊 你就先把毕君取回来 他进门之后呢 你不喜欢爹再在外面 帮你取一个 爹 你别把你那套传授给我 我只有一颗心 我只能给一个人 你怎么可以让我捡一半 给其他人呢 儿子啊 爹现在啊 教你做家法 一加一 再加一 这样就多了吗 那你还不如说后宫家里三千呢 爹啊 这样我还活不活了 我让你活 倒不如你让我活 好不好啊 你看 我一听到你说你不想娶碧君 我 我的心呢 我的心就慌 慌起来的时候 这个烟瘾哪 又来了 爹 索性你拿这个东西敲死我得了 敲死你 倒不如敲死我呀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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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我明天就去林府 我现在的心啊 就像做惩罚 我快炸了 我看你 果然能行 这么高的高跟鞋啊 真是不一样啊 人靠衣装 佛靠金装 我再披上这条漂亮的围巾 顿时感觉就是不一样 我的气质都变得非凡了 不一样了 颜值小姐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真正的林毕君了 对啊 林毕君 我是林毕君 我是林毕君 来来来 小姐 菜菜准备好了 老爷让你去吃饭 吃饭 太棒了 好了 我知道了 我马上就出来 爹 李伯 来 吃饭吧 女儿啊 仲介说你没怎么吃饭 来 快坐下 吃点吧 别愣着 快吃吧 可以吃了吗 吃吧 你饿坏了吧 可以吃了 好 好好吃啊 李伯 你站着干什么 你多爱吃啊 一会儿菜就凉了 不 不不 不 府上有规矩 下人 不能和老爷小姐同桌吃饭 哦 哦 是 是啊 我怎么连这事都给忘了呢 哦 毕君啊 今日不同往日 你现在大了 到了该结婚的时候了 所以就不能再不懂规矩 所以特意帮你 请了个老师 专门教你 嫁为人妇之后 该懂得礼节嘛 爹 我 我现在不想结婚 我更不想嫁给那个钱仲杰 你不要任性 三个月之后 你必须要嫁给那个钱仲杰 不过是想冒充林帝君旧义父 可没想过要嫁人呢 哦 不行 不行 爹 我不能嫁给他 你今天是不在场 你没看见他那个气势 我还没跟他怎么样呢 他就那样对我 以后要真的怎么样了 他岂不是要把我踩在脚下啊 小姐啊 把你许配给钱价 可是老夫人的意思啊 老爷她 也是想借着你们的喜事 重重喜 让老夫人的病啊 快点好起来 对了 若起我娘 娘呢 我 我怎么没看见我娘啊 毕君呢 我跟你说过 你娘突发重病 现在在南方养病 你要是想见你娘的话 就赶紧跟钱家把亲事办了 保不准太医高兴啊 病就好起来了吗 嗯 老爷啊 您放心 小姐她深明大义 一定会愿意嫁给前少爷的 小姐 您说是吧 李柏这个老皮肤竟然比我去又犯了 等着吧 等我找回义父 就立马做人了 管你什么大小姐不大小姐的 好 爹 都听你的 都听爹的 好 多吃点 多吃点 来 宝哥 宝哥 少爷 出什么事了 你帮我去查一下林碧君 我觉得 哪里不对劲 现在吗 少爷 现在很晚了 怎么 我要让你去查个人都觉得晚 我要现在让你去杀个人 是不是还得等你出过空啊 少爷 好吧 真是累死我了 累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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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高官鞋怎么这么难穿呢 八月十九日 那不就是今天 林碧君做记号 是因为他选择今天跳海吗 九月三号 九月九号 如果林碧君打算今天死 他把后面的日子都画上圈 是什么意思呢 不管他什么意思呢 真是的 我来就是查我义父的 他的事情 林碧君的事情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才不要操心你呢 我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找义父 走 放开我 放开我 老实点 快点 鬼爷 这小子是嬴市的 还臭老千 嬴市的人也敢来 我遮天会的场子里要扬威 拉出去剁了 鬼爷 我错了 走 这是我第一次啊 你饶我一命啊 鬼爷饶命 鬼爷饶命 我有中下情报 慢 鬼爷饶命 想救你义父 就用迎啸天的龙头拐杖来还 啊 喂 你到底是谁啊 你出来啊 有胆量心 就不敢出来说吗 有本事出来说话啊 明天赢市 有一批贵重货物要出手 只要您饶我一命 我把时间地点都告诉您 说 是是是 报告贵爷 时间是明天上午九点 地点是 围香阁南面的地下残酷 贵爷 我是不是可以走了 拉出去 走 走 贵妻 你这个出尔坏儿的小人 贵妻 你是嬴市的人杀了你也死有余辜 贵妍 咱们这么做 会不会被外面的人说您不守心愿 倘若放了这家伙 谁知道他会不会 给盈孝田投封报信 盈氏的这批货 我鬼妾结定了 义父 义父 您在里面吗 义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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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是你啊 你在这里干什么 爹 哦 我刚才去茅房 回来 迷路了 哎呀女儿啊 你怕成这个样子 以为见到鬼是爹也别怕 你的病刚好就到处乱走 多不好啊 跟你说 这里阴气很重 别到处跑 这儿时常闹鬼的 我送你回屋吧 这里还闹鬼啊 你别怕 爹在 送你回房间 来 以后少到这儿来 知道吗 吓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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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个灵符 这么的阴森森的 还闹鬼啊 人家都说 鬼是死了的人变的 该不会是那个灵碧君 他死了之后来找我吧 说到灵碧君 他为什么跟我长得这么像 难道我们是孪生姐妹吗 那么灵续瑶就是我亲爹 灵夫人就是我亲娘 不过说实在的 这个灵续瑶和李伯 真是怪怪的 尚爷 进 大哥 尚爷 您让我查林家的消息 我查清楚了 怎么样 他是灵碧君吗 嗯 我亲眼看到 林徐瑶挽着林小姐 十分关心的样子 是由把酒 林小姐受了重伤 所以才和以前不一样 好 我知道了 您下去吧 好 尚爷早点休息 小说 这个小哥 嗯 我想找一下尹小天 我想找他拿个东西 你这小丫头 我们营氏的帮主 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 去去去 滚一边去 你干吗动不动就让人滚呢 滚倒是可以 但是呢 我会往里面滚 你 你滚一边去 殷晓天 你 你干什么你 殷晓天 殷晓天 出来 殷晓天 你是谁啊 你找殷晓天 什么事啊 我就是殷晓天 真的吗 你就是殷晓天 是啊 我就是殷晓天 你有事吗 我呢 就是要来找你的 我想找你拿龙头拐杖 你说什么 我就是来拿龙头拐杖啊 想要我龙头拐杖的人 也是很多 但是像你这样 当面向我讨要的人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你口口声声 说要龙头拐杖 你知道 它意味着什么吗 我不清楚 我只是想拿它去救人 你说吧 要怎么样才能给我这个 龙头拐杖呢 我告诉你 这龙头拐杖 是我营氏的戏物 我真的是很有急用 你就把它借给我好吗 我用完了我再还给你 怎么样 我看你是一个小丫头 我不跟你计较 你走吧 喂喂 干吗 我好生好气地跟你借拐杖 你干吗这么看不起人呢 我告诉你啊 你今儿不把龙头拐杖给我 我就不走了 好 我看你是个小丫头 我今天就给你一次机会 真的 我就把这个拐杖 放在屋里 有本事 你就来拿 你们大家谁也别拦着它 看它到底有什么本事 能拿到我的拐杖 我来 这个营老头到底搞什么鬼 还是换个地方进去吧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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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让东小姐亲自出马 这个人一定非比寻常 杰克先生 您猜得没错 您还记得两年前那起 国际走私帮派的案件吗 美国的警探用了三个月 都没有破解的数字暗号 我的朋友只用了两个小时 就破解了 还帮忙破了案 怎么说他是个输血天才 不仅如此 我的这位朋友 还和我在英伦留学五年 英法义三国会谈上 他去做过翻译 因为这三种语言他都会说 不过有一点您可能想不到 是什么 其实他最大的心愿 就是当一名除恶扬善的警察 所以他这次回国 就是为了成为中国的福尔摩斯 杰克先生 我之所以极力向您推荐他的原因 是我希望他能成为 法租界空缺的巡警 不过我那里不仅仅需要一个厉害的警察 杰克先生 要不我们先点餐吧 秦秦 你知道我对吃饭没兴趣 我这跟你要 干什么 你别这样 杰克先生 放开 你个混蛋 光天化日之下对女人动手动脚 你出生不能留你 你别打了 众计员 他在法租界很有权势的 让开 你在法租界里面不是很有权势吗 你回去查一下 他们认不认识我钱众杰 我和你再介绍一下 我是英法数字联盟的会长 你们领事也是会员 你今天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我都会告诉你们领事 快点 向董小姐道歉 道歉 你知道英氏的少帮主迎战吗 他跟我可是有多年的交情 我会叫他来收拾你的 我这辈子最讨厌黑帮 你居然敢拿黑帮来威胁我 再给我打 是 哇 这里真漂亮 这个赢老头到底是什么人物啊 这里这么多人都听他的 你会后悔着 我现在就去找英氏少帮主来收拾你 有本事你别走 走 我要跟着你走 昨天和营战的仗还没算完呢 带走 走 众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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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会知道什么叫做好悔 我恨不得马上见到你的靠山 众姐 算了 我们还是回去吧 你放心吧 没事的 没事的 WHAT 说 说 绝 我们 发疑 ž 我们 莫 李 theoret 妄大妄为的丫头 我 你还真敢来 竟然 打开了我的书柜 去 把他给我扔出去 等等等等 臭老头 明明是你让我自己进来取的 干吗现在要抓我 别 这位大哥 把他交给我吧 送手 走 臭老头 你说二不算数啊 你快点把拐杖给我 臭老头 你不是要把拐杖给我的吗 你要干吗 叔 你是谁 你 我 我是林毕君啊 林府千金大小姐 你昨天不是还说认识我的吗 那你知道布娃娃的事吗 布娃娃 我那个衣裳啊 还有首饰啊 玩偶这些特别的多 所以啊 就不完全记得住了 你根本不是林毕君 即便是他生病了忘了 也不可能干出你这种偷鸡摸狗的事 说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装林毕君 他在哪儿 我 我就是林毕君啊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你爱信不信 你 你不说实话是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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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是要杀了我吧 不是 我 那个 我真的就是林毕君 你说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你说 你觉得 我到底是哪儿不像林毕君了 要不是看在你跟林毕君长一样的份上 我一定杀了你 走 去哪儿 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啊 放开我啊 你听着 我现在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 但是我绝对不相信你就是毕君 等我知道了真相 你绝对不会有好果子吃 怎么 我枪了不起啊 我要是有把枪 你也不会有好果子吃 你有枪又怎么样 你敢杀我 当然啊 我当然敢杀了 不过 我不会先杀你 我会先杀里面那个臭老头 这里迎笑天 迎笑天 我赶紧没完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放开他 又是你 我叫你放开他 你说放开我就放开 你凭什么 就凭我是他的未婚夫 好 樱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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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伙打了我 还跟我说 要来找你 跟你酸账 走吧 干吗着急走啊 我的事还没完呢 说好了把他那个崴障给我 让我自己去拿的 让我进去 让我进去 你放开我 干什么呀 你 你干什么呀你 我告诉你 坐在这里别给我乱动 我 要不然我让你游街示众 关门 仲杰 这个女人是谁 你怎么说她是你未婚妻呀 我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刚刚明明说 她是你的未婚妻 琪琪 这是我爸小时候 帮我订了一个娃娃亲 一时半会儿 我跟你解释不清楚 你跟我说实话 这件事 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呀 你什么时候认识的这个女人 你到底认识她多久了 二十九个小时零九分 好了 我先不跟你说了 我先过去 你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 你知哪方面 随便你哪方面 好 我是有句话要跟你说 你挺不知好歹的 对对 他特不知好歹 我就是不知好歹 但我知道一点 如果有人想我死 那个人一定会死在我前面 少帮主 你一定要替我招寻他 给我进去 我要你给我进去 我不会让你说 一定有机会 让你尝一尝 不知好歹的恶物 希望你不要让我等得太久 手表上的秒针赚得越少越好 我不喜欢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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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亲 亲之主 亲戚 快放手啊 要不然你也会摔下去的 刚才手链已经把你手腕勒出血了 你的手腕肯定受伤了 姐姐 我没事 只要能救你 这点上算什么 姐姐 我送你去医院 来 怎么了 手又疼了 我都习惯了 没事的 仲杰 你放心 只要为了你 我付出什么都愿意 姐姐 我 干吗呢 说你呢 你该下了一个试试看 你说你一个堂堂大小姐 怎么没事老往黑帮老大家跑呢 我 我没有 仲杰 你别这样 你好 我叫董琪琪 我和仲杰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我们以前在欧洲留学的时候 就同志同住的 你好 我叫林碧君 我就是林府的千金大小姐 你听说过林府吧 就是那个特别特别大的 光是我的丫鬟 佣人 就有脸 听见了啊 仲杰 我们还是送她回府吧 看你这么有精力的样子 好吧 等会儿你自己走回去吧 走就走 谁心狠坐你的破车 早说啊 早说我早就下来了 走吧 了不起啊 哼 我出来还没我走得快呢 放好了啊 都跟紧了啊 快点 好了 估计前两天码头那小子 看出我的祸是大雁 得想个办法赶紧出手 大雁要出手得卖给毒馆才行啊 卖给哪个毒馆好呢 四哥 想什么呢 没什么 帮主吩咐咱们把这批禁药盘尼西林 在前面的闻香阁交易 咱们千万不能出什么差错 弟兄们都加把劲 等这批货出手了 我请大家到闻香阁 好好的玩一玩 好嘞四哥 都加把劲 跟上来 走 小心 你扶我啊 伟爷 那茶叶香里 就应该是贵重务必 让兄弟们抄家伙 上 走 走 走 给我抓住他 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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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饭头 撤 是 是 我明天下午要跟嬴小田和谈 是 在此之前 一定要把这个人给做了 万一被嬴小田知道我们结了他们的火 我就没有谈判筹码了 是 我一定会抓到他 明天我去跟遮天会的人会谈 你老是待在家里 不要给我惹事 爹 我什么时候又惹事了 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嬴示好啊 知道了 你的人 大人 你 我 你 你 你 对 不是 说 是 你 你看 她 是 你 你 我是 你 你 我 你 才会回来让我见到她 而且你还让我 必须得嫁给那个钱仲杰 必须 女大当婚 那是天经地义的事 听话 你早点结婚的话 你娘才能早日回来早日康复 所以你必须在三个月内 嫁给钱仲杰 是真的吗 难道我真的得必须嫁给钱仲杰 才能见到我娘吗 来来来来 坐下 你娘是这么说的 好奇怪的理由 不知道该不该信 不过要我嫁给钱仲杰 可是比这开五百道素还难 不 比开一千道素还难 碧君呢 你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 好端端的一声不吭 听爹的 你嫁给仲杰的话 将来一定有好日子过的 而且 你娘会早日回来吗 真的吗 爹 那行吧 那我就看在那个钱仲杰的面子上 就答应了吧 看在她的面子上 嗯 那个钱仲杰 除了那张脸皮还性以外 其他的就没有任何优点了 也就那个鼻子长得还性 好了 那你答应嫁给他了 哦 哦 哦 反正三个月后 我早就不在这儿领服了 不对啊 诶 仲杰啊 怎么 诶 仲杰啊 到底什么事啊 非要我大晚上回来啊 爹 我问你 你确定这个林鄙君真的是大家闺秀吗 到底什么事啊 我看他行为举止根本就不像嘛 为人家 离貓换太子 然后 随便找个什么人 灌了个小姐的名字 把我们糊弄了 哎呀 你能不能行啊 上次我见到他的时候 跟这个照片一模一样啊 哎呀 孩子啊 你是不是想当警察 想疯了吧 哎 啊 你现在是不是想拿这个 未来的儿媳妇施施手啊 连琪琪也说 她不像大家闺秀啊 琪琪 琪琪 琪琪妒忌 哎呀 我跟你说 不要经常跟她混在一起 同学归同学 情人归情人 一定要给这个关系 划清界限知道吗 现在你是一个 已经定了亲的人 你不要再跟那些 不三不四的女孩子 有什么关系啦 我没有啊 爹 要不这样 如果你真心喜欢琪琪呢 你就把碧君先取回来 等三年以后呢 爹再让你把她取回来 爹 你在说什么呢 我从来没想过要娶琪琪 琪琪的手是因为我受伤的 我对她愧疚多于感情 对啊 那就好了 你不喜欢就行了 那你就赶紧 把这个林大小姐娶回来 做我们家的儿媳妇 到时候我就大功告成了嘛 什么 大功告成 到底什么大功告成啊 你告诉我 你个小畜崽子 哎哎哎 我看 好了好了 那我去睡觉了 爹 我告诉你 这个林匹君肯定不对 大早上就是空气好 出门喽 神清气爽 得 啊 天哪 你是故意吓人的吗你 你不是说 不想见到我吗 干嘛又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必须来见你 我们之间的事还没有了结呢 走吧 时间不早了 跟我出去吧 去哪儿啊 我作为你的未婚夫 突然觉得 要给你这个未婚妻买些衣服啊 臭丫头 你不是林匹君 看我怎么揭开你的假面具 我不去 我还有事呢 你又干什么 我不想买衣服 我不想去 一天一夜了 周围的毒馆全找了 他娘娘连个人眼都没有 死这么好毒 他现在一定在赌场 要不 再找找 大帮 帮 帮哥 阿四 他娘的 给我追 你小子挺能跑啊 老子看你这回往哪儿跑 有话好好说 有话好好说 且不说你惹老子不高兴了 单说你是营帮的人这一点 就跟我们遮天会不共戴天 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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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还有事情没说呢 少废话 老子先给你来个痛快 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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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啊 昨天那批货 本来是要今天交易的 对方手里还有五十万大洋 没有交付呢 你不会是在骗我吧 你看 你看 我阿四以我的人格担保 我说的话全都是实话 你如果发现我骗你 你到时候再杀我也不迟 对不对 怎么样 带我去找他们 好好 我现在就带你们去 这个钱中协 到底有什么打算啊 他能这么好戏送我衣服 我呢 我想跟你说点事情 钱中协 我跟你说啊 这条街上的这些衣服呢 都没有我身上的衣服好看 而且我家里 还有更多漂亮的衣服呢 要不 你送我回家吧 立刻马上 我们初都出来了 怎么能让你 空着手回家呢 这样吧 你能 回答我一个问题 我就送你回家 什么 送我回家 还要我回答问题 还要靠我数学题 假设 我给你买了 五件上衣四条裙子 你到底有多少种 搭配方法 什么意思啊 搭配法 红衣配红裙 红衣配蓝裙 你不是说你家里 衣服很多吗 好 未免 一生最爱的人 再给我一个吻 不要留下我一个人 几年曾经我们失去的青春 一生最爱的人 存在我的体温 只怪爱你爱得太深 让我们身上很失望太天真 时间太灿烂 回忆太冰冷 留下我一个人 等待着永恒 一生最爱的人 再给我一个吻 不要留下我一个人 几年曾经我们失去的青春 一生最爱的人 存在我的体温 只怪爱你爱得太深 让我们身上很失望太天真 时间太残忍 回忆太冰冷 留下我一个人 等待着永恒 我一个人 能开着永恒 能开着永恒 因为永恒还因为有大的色情